浪漫其奴 浪漫其奴 正经则为 浪漫其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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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気 浪漫其奴 浪漫其奴 我能够在假送我 照顾后人会用我 但我不能赞, 但他在赤山里 时,我会用我的预警 我会用我的颅牌 然后我回看 我来讲 奔研究一定是长期的 میں想像是短暗的 即时到处境 他身体 Mazhar 她在奔研究院 她是居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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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晚才跑到丫头 拿到婆母的手 拿到, 他的手 和他 就找到你的手 和他们在维护带 他们所做的事 当时 出来的 别人 你还可以加拿大红来 这个手 重量 他们会做一种的路状 也很少 所以我们就去买家了 我只要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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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买家了 买家了 老长师 我就说 听说八十世之后 四面里面 就是亲家了 也是 就是 之後呢 你就是做什麼呢 老常識就說了 就是80歲之後呢 什麼時候你就不需要參加法會等待 但是呢 有時候呢 自己去參加的 另外就是每天早上呢 不是很早起床的 因為打擾別人 或者這裡有很多的小朋友 小生日 都要休息 那我就不打擾 他們早上6點鐘左右 起床的時候呢 直接跟著他們起床 然後呢 開始呢 他就念經 然後呢 在小好上呢 給他做飯 早做飯的過程之中呢 他一直在念經 然後呢 9點鐘就開始 他就打坐 一直打坐到一個半小時打坐 然後呢 長休休息 之後呢 就是在外面的市面的外面去專 有時候呢 專10千 有時候呢 專5千 如果天氣不好 或者等等的時候呢 在那院子裡面就轉 就是在一邊住 一邊住 一邊轉 就是我們做所的行茶 就是這樣的休息的 然後呢 就是一直到下午5點鐘 就開始打坐一個半小時 然後呢 平時呢 經常去念這個周語 或者念經 然後我自己的功課都要做完 然後呢 就是 主要是念這八字真言 就是我媽子們也參與的 還有本教的三大新主就為主 就是很多人就是比關 就是黑比關 或者白比關都有的 但是我個人呢 沒有這樣的去 特意地去做 還比關 但是我自己的修年後 經典呢 就是從八十歲以後呢 就是產修呢 產地呢 就是讓我自己很滿意 很喜悅 而且是對自己呢 有這個自己的學習 也很有的感悟 就是這樣的